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呢 他画的好像不是外面能看到的景色 就好像是在画画他自己做的梦一样 如田 你说得真好 毕饶姐 我觉得如田很会欣赏啊 文轩 你的家庭教师没跟你解释过吗 印象派不追求现实 他们的画作 着重表现的是 自然景色中瞬息万变的光色 而非什么梦境 既然 光色瞬息万变 所以只能把大概的印象画下来 印象是在大师脑袋里的东西 梦也是一样啊 我说他画的好像梦境吗 强词夺理 哥 你不要对如田太苛刻了 他又没学过西方艺术史 这人不为工具的 那是要是 就算了 他们的心工 我家庭教授 我今天改成了 我还给自己开 我认真了 我当然 暂时 所以说 我不会在七庆 我跟几十个早上 说 各位 适陪了 如田小姐走的 去把客廳那幅畫包好送給她 先生 那幅畫價值不菲啊 她能讓文宣小姐變得像正常人 我覺得值 是 我知道了 如田小姐手也不錯 不過 不過 想靠這點手段來取悅明媛嗎 恐怕還差很多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做個花燥什麼的 不過是雕蟲小技 小便玩玩 興投過了就過去了 想要打進上海名媛圈 還得有點真本事才行 我可沒什麼興趣 進所謂的名媛圈 是嗎 那你那麼費力討好文宣是為什麼 你和你姐 不都是使出了 渾身解數在鑽營嗎 程小姐和宋先生 還真是登對呢 看你們這樣費力氣 貶低別人抬高自己 真是很有意思 你站住 不要以為文宣喜歡你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地 在這兒住下去 我很了解你這種人 所以我奉勸你 清醒一些 不要學費額撲火 你記住 在這兒 你永遠是下人 我一點都不稀罕待在這兒 更沒有興趣 與你們這些 建酸刻薄的名媛富足為武 就行 你乾脆 你算是不經嗎 你說你肯定是想要做爭 你說哪有個公司 你想這些人 還想要做到 不得更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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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要做 怎麼這麼關鍵 走 雷轩 恭喜你 这些都是你亲手做的花子 你非得今天就走吗 那我以后怎么办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让自己快乐起来 如田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当然 她叫柳天宇 这是她的地址 请你帮我把信交给她 拜托你了 我一定会把信送到她手上的 谢谢你 如田 以后 你打算怎么办 以后 我们没有以后了 我一定会把信送到她手上的 她已经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大概再也不会爱我 在我哥哥和她之间 我必须做出选择 她为什么会得罪你哥哥 我并不清楚 也许 是我哥哥太嫉妒田宇了吧 虽然她表面不肯承认 她担任她 尊断了 我罪了 祝你 也罪了 不顾了 心情好多了 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不客气 话我不要了 替我 骗宋先生的好意 再见 陆天小姐 我多一句对 那幅画很值钱 再见 陆天 等等 陆天小姐 送给你 谢谢 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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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小妈 如田啊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一段做几天呀 一天我都待不下去了 如田 你回来了 姐 如田啊 宋少姐不是要跟你学手艺吗 你将会人家了吗 将会 那么 他们给你多少钱啊 我没呀 你开什么玩笑呀 难不成他们就送点玫瑰花呀 是我没呀 我可不想被那些有钱人看不起 你没呀 你不是说要增生意本钱吗 我跟你说 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人家的钱 人家就高看你一眼了 人家这样看不起你的 如景如田啊 我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啊 现在外面的物价涨得很厉害的 你们下个月开始啊 每人 一人四块钱大洋的生活费交给我 四块钱大洋 舅妈这也太多了吧 多什么多啊 闲多的话 你们两个出去住房子住呀 我也没想到 你们这一次一住住这么久 你们家里来信说得天花乱坠的 我还以为 如今跟那个丁公子已经铁板上钉钉的事了 搞了半天到现在连人命都没有见着 如今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耽搁不起的 我跟你说 找对象啊 就是广播总变撒网 还有啊 下次我带你去相亲 你可千万不要像昨天那样 脸拉了老长老长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是让你受了多大的委屈呢 姐 你昨天跟他去相亲了 你怎么能答应他去相亲呢 舅妈都跟对方约好了 我不去不大合适 一个月给他八块大洋 还要逼着你去相亲 这里真是住不下去了 您好 我找柳天宇 柳副官 哦 他一早就出去了 嗯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 驾 哎 他好像回来了 驾 哦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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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好 招 sin 常 啊 想 呀 你怎么在上海看到你 真是太好了 服务员 两杯咖啡 好 你知道吧 我一直记得和你约定 但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见到文轩吗 这是他给你的信 你 我跟他永远不可能在一起了 他很单纯 很执着 但我已经决定忘记了过去 他的哥哥会给他安排一门门户队的婚事 他也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一切都会烟消雨散的 那你呢 你真的能忘掉过去吗 我要结婚了 什么 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的结婚对象时刻都在监视着我 我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在宋文汐的掌控之中 你是说宋文汐他逼你结婚 唯恨无奈 自从我和文轩的事情败露以后 我身边的麻烦是一直不断 为了牺牲宁人 为了不伤害身边的人 我唯有屈服 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婚姻开玩笑呢 我可以忍 直到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为止 还是 这个宋文汐真的太卑鄙了 要是我早知道 这件事请你 无论如何不要对任何人生长 除此之外 真的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你应该知道宋佳的实力 我出这句了 说说你吧 你怎么来上海了呢 我 我想把花造的生意 发展到这里来 如铁 自从我见到你 第一眼开始 我就觉得你是个 不一般的女孩 你一定会成功的 好 小姐今天可乖了 也不折腾了 不知姐小姐用了什么样的办法 让文鲜小姐 又跟从前一样的温和可爱了 先生 你以后啊 可以省点心了 今天 是你送如天小姐走的 是管家送她走的 小姐还送她一大束玫瑰 我不是让你把画 给如天小姐吗 小姐不要 她不知道这幅画的价值 我说了 她怎么说 她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怎么还不睡 没睡 怎么会没事 姐 天羽她好让你心疼了 是吗 眼看着她调误婚姻的陷阱 可是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什么陷阱啊 也是 我何德何能 让天羽对我动心呢 如天啊 我该开始发愤了 发愤 我要去卖花了 是 我 クura 我 我们 有 有 我们 有 有 走 我 有 我们 让你卖花 你 让你卖花 你 让你卖花 你让你卖花 打死你 你怎么人呀 你送下来 送下来 孙芳心 你好 你先忙去 我有事 先走吧 孙芳心 谢谢你 孙芳 下车吧 你头有疼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我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文汐 你不要再像刚才那样一句话不说就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对不起 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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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只要你需要我 我随时随地会陪在你身边 火星 你来一下 这像很多的水里面呀 这个你们是做什么的呀 我们在做顾华座和冒翔座的一个对不起 号外 号外 顾华冒翔会台大战 号外 号外 左选杨造不敌制优国造 来 号外 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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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昌遭遇重创 民族企业振飞人心 号外 号外 新年民族资本家送门西 杨威上海滩 新年民族资本家送门西 杨威上海滩 周杨威上海滩 你真是失望 还是没能看到你的失败 多谢帮忙造势 举手之劳 妈妈高兴坏了 一定让我张罗给你开个情供宴 所以你们安排 我又有的忙了 别再辛苦了 知道了 你说 老天怎么会这么眷顾你 聪明 富有 自信 几乎毫无瑕疵 不过这次胜利 似乎我也有功劳啊 当然 我很早就提醒过你 冒想造肯定有问题 我没有忘记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把两块肥皂摆在柜台上 进行直观的比较 是最有效的广告 这只有你能想得出来 其实这得感谢一个人 是他提醒了我 谁 简如田 是吗 他说了什么 又做了什么 在冒祥刚挑起价格战的时候 他就想到 把降价前后出厂的冒祥皂 放在水里进行比较 那这么看来 咱们得好好表示表示 不如我出面请他吃饭 顺便给他一笔酬金 他一定感恩戴德 不妥 他虽然爱钱 但自尊心强得过火 这种方式啊 他不会接受 那你打算怎么做 你洗一个碗要有多少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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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 daqui 又 empresa 中国 rim的地区 汉 听着 上个月的房租还没有付呢 你得想着点呀 你能听到我了 如婧 你快点呀 带你去乡亲 好像叫你去挑黄浦江似的 如婧啊 你怎么穿得这么随便呀 今天带你去乡亲的那个人 可是银行的经理呀 林家可见过大场面的 那就劳烦舅妈 帮我挑件衣服吧 这种事情还要我抄心呀 陆田 陆田 你看 我觉得这份工作挺适合你的 男年龄十八至二十五岁 他端正有难以经验 和鲜花销售经验者 从幽露取 报仇丰厚 太好了 没有邀请会说英文 而且还报仇丰厚 你看这老板肯定很有钱 都没有整个半面报纸呢 去试试看吧 这次 我一定要成功 你这儿 这次还要做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这次我没办理 都要办理 就没办理 你爸 我刚才说我 你怎么办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三十块大鸯 三十块大鸯 先收好 无赏无赏 一点都无赏 谢谢老板 我这花店呢 没开多久 现在就你一个伙计 你得多上上心啊 没问题 我还有其他的生意要照顾 这个店呢 交给你了 您坐好 您坐好 老板再见 您坐好 走吧 走吧 我们去那边进去 沈夫人 您真是有福气 你看 她们是一对金童玉女 而且还才冒双权 这恐怕在上海滩 找不到第二对了吧 沈夫人 你太过奖了 要当这么大的家 小女孩需要多历练才行 以后还得请你这位模范太太 多指教指教她 哪里哪里 小女孩需要多历练才行 沈夫人 沈夫人 尔丹 尔丹 尔丹能和剑内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 真是三生有幸啊 程夫人您好 尔丹 通过这段时间的考察 小慧的严细礼仪还算合我的心意 我许落你的房子 今日可以兑现了 夫人对尔丹如此厚爱 尔丹虽然是很严重的 对肝脑徒弟也无以为报 也不是什么太好的房子 主要离我那儿近 来往起来方便些 夫人 尔丹随时愿意听候您的召唤 你们到那边看看吧 那边都是买万一的精英 你们可以过去取取金 谢谢夫人 周婷 小慧啊 你真是微服的福星啊 你说我结婚 就是为了拿到这套房子啊 亲爱的 夫人过来 真夸你那些高兴才是 对吧 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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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主人 刘熹 这回你可是出尽了风投 还是要多谢丁先生的鼎吏相助 文汐 有我们紫辉消息吗 这个臭小子 肯定是赔光了我的钱 不敢露面 我打算下月初去趟广州 看看紫辉的情况 我跟你一起去 我一起去 丁夫人 我会处理好的 那不是文轩吗 你去跟他聊聊 我跟文汐还有正经事谈 文轩 丁夫人 今天不见 你好像清俭了 胃口不好 不能老闷在家里 要出来运动运动 下次我带你去打网球好吗 好 好 丁夫人 我去趟洗手间 丁夫人 我去趟洗手间 多少年未见了 是啊 一时错过 越来越漂亮了 谢谢 你回国的时候 刚好出国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又去参军了 这位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是我的妻子 你结婚了 是啊 特别超级麻烦 恭喜 谢谢 谢谢 你跟温惜什么时候结婚的 也快了 那我提前恭喜你下了 记得我们三个小时候在一起玩 你总扮演温惜的新娘 拜托 你还好我 谢谢你带我去问候下 安婷吗 是 好 我先适配一下 怎么了 没事 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家吧 不用 我很好 就是有点冷 那好可乐套 来吧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第二次万象 一切都过去 你先待在这儿 我跟丁先生有事要聊 好 鞋子 一切都在一起 看来 那天 小朋友 你就得一干 小朋友 还有 我 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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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文萱这孩子太情绪化了 做我们儿媳妇不太合适 你懂什么 驾 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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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我心也感觉夫人死在刘少爷怀里 天哪 你跟刘少爷一干就不是什么好人 杜先生死了没多久 她就过来勾当我们夫人 现在她如愿以偿了 夫人的遗产都归她了 我们夫人 她是多么倡议的一个人 我跟了夫人十七年了 你照顾的一张吧 拍两张吧 拍两张吧 别拍了 别拍了 让开 拍两张吧 走开 柳天愚 有人来看你 快点 快点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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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少爷 老叔 让你受苦了 少爷 这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少爷 我对不起老爷 老叔 你这是干嘛呀 我不是你的问题 我 不是的 一定是火炸做的药 别说了 你能不能做吗 你能不能做吗 我命里可以决 少爷 这玩意儿我已经打电好了 他们暂时不会为难你 你再忍耐几天 我一定把你弄出去 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像我这种人 没钱 没事 既然穿上了命案 就是死路一条 冯叔 老叔 原来我死了以后 你就把我葬在我爸的分别 我生不能为他报仇 等愿 等愿死后在他身边 为他尽小吧 少爷 你不会有事的 我一定要把你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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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叫我 小姐呢 小姐喝了些粥 已经睡下了 这两天不要让她 接出任何报纸 明白了吗 是 那你为何无动于衷 你们毕竟是从小 一起长大的 你总该替她做点什么 做什么 这是命案 不管怎样 在案子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你去探望她一下 总可以了 请问柳天宇是被关在这里吗 是 我想看看她可以吗 现在任何人都不能看她 她是被冤枉的 关起来的都这么说 不 求求你了 就让我开一眼 她是什么人 她是什么人 一个朋友 好吧 我可以帮你 好 好 天宇 你别着急 我舅舅是律师 他一定会证明你的心吗 谢谢你 如天 不用帮我了 这个事情不是你能管得了的 你振作一点 不会有事的 没有用的 很多人希望看到我死 你是说宋了心 是非黑白自有天明 总能去他不可能一手这天哪 这个事当上 只要你有钱 有权 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他们所有人都指责我 是我贪图他的遗产 是我谋财害命 我没有办法跟自己辩解 没有人相信我 因为我就是一无所有的一个草民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哪怕全天下的人 都鄙视我 都唾弃我 你也选择相信我 我相信你 因为我了解你 你心地善良 敢做敢当 你是个好人 你绝不是杀人犯 想不到我刘天宇 想不到我刘天宇 离死之前 还能遇上一定的 红颜之际 你不会死的 我一定会帮你 你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我一定尽我所能 用尽一切方法去救你 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让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人相信我 理解我 我就用尽面对 所有的痛苦会成 你会把她的心理 还使用 他 脾气呢 比毛和你的舌头还要整 我的一个老上司 和董氏夫妇是至交 她对董夫人的死 是痛心疾首啊 局长 您的意思是 我要活过今天晚上 是 如田小姐 孙文西 你要是敢伤害天忆 我绝不会放过你